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NO 吴嘉一签证开始申请了 你准备好了吗? 英国地址准备好了吗? 有没有考虑将你的资产一起移民去英国 或者分散投资去其他地方呢? 宏愿移民帮到你 快点打来6214438报名啦! 宏愿海外物业投资中心呈现的英国楼盘循例 将会在宏愿移民位于香港沙厂工业大厦第五期的长期展销厅举行 向大家介绍英国不同的楼盘 快点打来6214438查询啦! 今天警方就就这个痴联会提出的5月30号 举行这个《无忘六四大游行》和6月4日 即那个燭光悼念集会 就向这个痴联会警方就发了这个 禁止公众集会和反对公众游行的通知书 又不是不反对通知书 就是反对通知书 这个已经是去年发了反对通知书 前年好像有去游行的 好像有的 但是集会就好像没有那么多人 好像这样的我记得19年开始 因为那个人那时候都没有去到 有721、831、64 到之前所谓暴力冲突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 那疫情也都没有起 所以19年应该有的 我刚才说错了以为19年都没有的 那这个保安局长 他那个回应就是说 这个是未经批准集结来的 你谁去参加你就犯法了 他提醒你的人不要去参加 参加就拘捕你的了 甚至乎有可能违反国安法的 他甚至说到的 因为警方就这个公众活动提出反对通知书 任何人都不应该参加和宣传 这些活动的 宣传都不行 所以这个是灰色地带很危险的 你这个集会或者游行 你不批准 他现在不用不批准 是发出反对通知书 就是不批准了 就是不让你去游行 基本法给你有集会游行的权利 这个是假的 可以这么说 好了 你参加的话 你就是参加美经批准集会 是吧 就好像黎智英、李卓人、梁国雄 就坐一年牢 或者十八个月牢 是吧 参加一个这样的美经批准集结 又不是非法集结 这个和非法集结 他的英文是两个说法 很多人常常要搞错 包括亨利都搞错 常常说非法集结 那不是非法集结 参加美经批准集结 是公安条例第十七条 我们2011年七一去游行 跟着2013年被他告罪名成立 参加非法集结和美经批准集结 我是告三条罪 到最后打到高等法院 结果三条罪加上罚九千六元 现在最轻的一个都要坐十个月牢 其中一条参加美经批准集结 英文有一个叫illegal assembly 另外那个unlawful assembly 那些人都要说错 那有什么意思 一个十八条 一个第十七条 由於那些科码很相当的 很多人都要说错 很多人都要说错 很多人都要 point 那些人都要在一起 那些人都要看命 和这些人都要看命 一舉要消滅你民主派的 現在除了告訴你 你如果繼續悼念六四那一天 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 你都是犯法的 這樣就奇怪了 支聯會提出那個你不批准 但是我還未夠三十人 十個八個 舉著一支 無謀六四 那你又去抓我嗎? 如果你這樣想就錯了 他真是在抓你 除了這樣 宣傳都不行了 這個仆街 這個太監 任何人不應參加或宣傳有關集結 否則是違法 宣傳都不行 什麼叫宣傳 任何人 無謀六四 打倒共產黨 那是不是宣傳 打倒共產黨不行 他說你違法國安法 所以黃楊大 現在香港 你叫他在《二月時報》 叫他打倒共產黨 我給你十萬元 台長打電話給他 說你有他電話的 你說我給十萬元 你這麼等錢花 你去打電話給郭達 你說我給他十萬元 叫他在他節目裏面叫打到共產黨 宣傳都不行了 現在告訴你不是要參加一個集會 所以沒得還上去 還什麼上去 它又說這個反對通知書是基於公安條例去考慮的 又在這個實際情況 是吧 至於參加六四集會那些人是否違反國安法 它說不會討論某一些行為 是不是違反國安法的 要看實際情況是怎樣的 但是 說一句但是 根據國安法任何人如果組織策劃 或者實施非法手段破壞的話 推翻中國憲法下的基本制度 則屬顛覆國家政權罪 每個人要為自己行為負責 若是違法 尤其涉及港區國安法會嚴肅處理 你說這些說你托嗎 說這些你就去恐嚇人 支聯會好像往年那樣 5月30日就遊行 6月4日就集會 已經搞了29年 嚴格來說就是30年 19年也有搞 這30年呢 除了89年到97年 是這個港英統治 其餘的時間就是特別行政區 哪款政府les 輸了 weil хочむ 小房子千萬六、四、四、五... 這 中國真是大的 這兩年還會走 當然 與美國有些時間 你又念事情 我念第一行 而不是 你搬那條國安法出來 那跟這個支聯會申請集會遊行 就是被否決這樣的關係 跟這個國安法有什麼關係 你告訴我 就是你告訴別人 如果你說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 甚至結束一黨專政就抓緊你 用國安法 這個就是任何人 如果組織、策劃或實施非法手段破壞 或推翻中國憲法下的基本制度 就屬顛覆國家政權罪 你講到一塊塊 澳門就很清楚 屠城都不准你說 這個虛假消息 共產黨殺人 你都不可以說 這個是誹謗在中國憲法底下 就是領導中國的中國共產黨 所以說 以後什麼都不能說 我們說不說 當然說 真是屌你了 形勢當然是惡劣了 大清算就天天在上演 所以我們對於這些建制派這些走狗 當然那些要有頭有面的我們才會開它名的 那些垃圾我們當然不會講,浪費時間 至於那些所謂民主派,你試試去算吧 你可以說你動物沒有影響力,無所謂 但是我都會繼續開名調 就像馮檢基那樣,他回應這個選舉制度 他講這些說話不就是人說的話,我就吵架他 這個是垃圾,我自己檢視我過去這十年八年 在一個政壇這個混族的地方生存發展 我有很多經驗 那些經驗告訴我,全部都不是好的經驗 尤其是我遇到那些人,全部都是欺人 但是問題就是我罵那些人,沒有一個我是罵錯的 所以我們樹敵很多,不斷被人抹黑,無所謂 你吹得我最後一刻 我又沒有死 我一釋上傳,我都要繼續針對你這班 其實搞政治都是壞人 但是你是影響到香港的 你是賣港的 當年2011年,我們要聲討民主黨 因為他入中聯辦 接著就說我收共產黨的錢 我說你不要有這樣的邏輯 你入中聯辦,叩頭,密室談判 我揭發你 揭發你之後,我聲討你 接著我就叫他收共產黨的錢 批這些東西的人,有頭有面 那些大部份現在在坐牢 但是我都是哀經物起 你現在被人抓去坐牢 這個是冤獄,是政治迫害 但是你被人抓 你是冤獄被人抓,是政治迫害 不可以改變我 對你2010年進去中聯辦 你就是出賣香港 這個惡行,不代表我會忘記 大佬 我原諒你,兩回事 香港搞到今時今日這樣 你們這一幫所謂民主派 全部都有責任 你還要抹黑別人還自己清白 如果我不是一個這麼公道的人 我一定說你現在是活該死 對不對 活該死的意思 就不是幸災樂禍 而是你低估了共產黨 你拆了嘛,知不知道 所以就是活該死 我經常說戴耀廷 你這個法律是教授 你不做 你屌你了 你走出來 你要做國師 那就糟糕了 第一次你好像中了 有些人甚至認為這個雨傘革命 雨傘運動 是他一而為天下發屌 他一人 因為他那個精神感召 他這個佔中真是好巧 而引起這個佔領運動 那佔領運動的結果是什麼呢 接著到2016年 發生這個旺角 這個所謂魚蛋革命 那麽多人去坐牢暴動罪 你在這裏笑你的人 話口未完 四年後就害到你了 沒有人是孤島 不要問喪中為誰而敲 喪中為你我而敲 你連哀經物起之情都沒有 當那些年輕人被人迫害的時候 我現在Facebook那張相 其次鮮明堅定不宜 站在抗爭者這一邊 是2016年年頭發生魚蛋革命之後 我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講的東西 我批判當時的民主派 和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要和這個旺角那個警民衝突 引發的這種暴力的衝突 定性為暴動或者不可接受 我是批判他們到最後 我是說一句這樣的說話 我們其次面對極權 我們其次鮮明堅定不宜 而站在抗爭者這一邊 現在我Facebook那張相 OK 那張pulver picture 就是這一句說話 是我2016年3月份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說的話 你那個時候這幫民主派在哪 我在立法會 就是這個施政報告那個辯論 是不是 我一篇30分鐘的演詞 其中第一段就是講這個運動的 到我2017年4月寫那篇告別政壇那篇文章 最後那段就是共產黨或者這個政權 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 接下來更凶狠的事情都會做出來的 所以叫年輕人 你要沉潛內臉 韜光養晦 不要跟他硬抱 當然這個很能保守 到真的發生事的時候 我都是站在那些年輕人那邊 很清楚的 所以有做節目 有這些聲映的紀錄 有寫文章很清楚的 你誣我什麼呢 沒有什麼 雖然現在我在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 我都要繼續炮轟 相對的 共產黨有很多鬼在這裏 你不要以為一定是安全 有些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香港人來了這裏 有頭有面的 免得開名 這些人我一個都不會接觸的 他有人來找我 我都不會理會他 你香港來的你不用找我 OK 尤其是你那些有頭有面的你不要找我 我 我是覺得舊朋友最好的 我在這裏我來往的那些 我認識了幾十年的 無論是政界也好 人家都下來了 或者新聞界也好 都是那些六十幾七十歲的人 我這裏會有接觸 我會去接觸的 會是一些無名無姓 在這裏讀書的那些年輕人 香港人 所以你那些有頭有面的那些 不要找我 OK 拜託 特別是好像老蕭 你這裏有頭有頭有面 在那裏搞屎棍 搞人家來的那些移民 現在你這個門檻升高了 都是你的臉 你不要找我 找我就是打齊 可能會 我幹嘛要跟你那些人來往 是不是 我有個平台 我就繼續說話 是不是 我不管你有多少人聽 多少人看 現在我們可以維持到那個生計 是不是 我的同事 有份工 是不是 就OK 是不是 他就繼續 說得就要說 所以大家就要交台費 大哥不要不給錢 是不是 雖然這個你給又可以 不給又可以 不是硬性規定要去給 那你也希望要給 是不是 那你很多人就老訟不給的 是不是 好 休息一會